一樣就是講到紋身和穿耳 穿耳就是現在有個城市習慣 就算男生也會穿耳 穿耳原來耳是屬水的 所以穿耳是代表那個人 是餓水命的人 他就會傾向於喜歡淤耳的 是因為他不夠水 不夠水的人的第一個動作 就會多喝點水之外 是會在他身上淤耳的 因為淤耳他就會夠水 這麼有趣的 所以這個就是解決了 為什麼有些人要淤耳 或者戴耳環 包括男生也是 有些人是不能淤耳 淤耳的人是屬於那些餓水命的專利 即是說他不夠水的人 他就可以去淤耳 那淤耳和紋身也是同一個文化 紋身就是八字裏面 只要有兩個金 即是有身身的文碼 他就很自然會紋身 是嗎 即是代表著他本身 其實是餓金命的人的專利 所以在餓木、餓金、餓木等等 我們講的餓命學裏面 其實如果我們多些研究 我們發現了原來我們日常的生活 全部都是和這個餓命學 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作為一個研究中國的命運學 或者研究這個宇宙的密碼 這個餓命學是很值得我們研究的 我算是非常對的